那淮阳伞升到空中的时候 在山上盘了好几圈 风也很大就一直下不来 那是正常的吗 在山上盘是正常 不正常 反正就一直在那山头就下不去了 但是我当时我就好紧张 就想到我爸妈了 是你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呢 两个人后面还有一个人 那是教练吗 但我当时就跟教练说 说有事吗 他说没事没事 但是他是很严肃地说没事没事 教练一边哭说没事没事 教练哭了吗 教练也在想他的爸爸妈妈 我想问一下 其实杨阳跟景伯然 在很多女孩心目当中 是属于那种小男神嘛 对不对 但是好像就是经过花哨的旅行之后 就一下男神变斗神了 就两个人都很斗 我之前认为他是高冷的 但是我接触他之后 他是一个特别低热 是不是就是满口掏着 那个东北大茶子味的这样的一个 杨阳行 爆料是吧 别闹了哥 爆料是吧 爆一个 因为我一开始以为他他是一个特别骄傲的男孩 但其实他不是 他就是一个撒娇男孩 哎呀 跟姐姐们呀 哥哥们呀 因为以前我觉得我就是已经很会撒娇的那种 人大姐 对但是遇到了杨阳之后 我折他身上了 你折在他身上了 对我下岗了 他上位了 平时没事的时候他就说 哎 哥哥 叫的特别轻 我当时是把我叫软了 就如果出现哥后面必带要求 肯定有事 肯定有事 比如说 哥哥哥这样叫 就一般都有事是吧 有事比较多 海涛就是平常没事的时候就 哎那个我带他啊 有事呢 是不是 不是 你来一个 哎呀哎呀哎呀 哎呀 我听说景博然跟娜娜一样 在旅行当中还创作了神曲 是什么东西 真的吗 是 那神曲有能拼过我的神曲吗 他那个神曲真的特别逗 童话嘛 里面有段词是 童话改编 你哭着对我说 童话里都是偏远 你唱你别说 你哭着 这不好学 起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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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做个偶像可以吗 可以 你哭着对我说 童话里的故事都是骗人底 所以他其实鼓子里面是有这种 谐心的潜质的 别别别别 这个创作歌 我还是有偶像包袱的 你偶像包袱 好 我觉得两个有偶像包袱的人 在一起出行 这个里面就非常有意思 我们有一个短片 一起来记录他们的花哨之旅 请看 十年才修得同传度 百年才修得共枕棉 这样看来 杨阳和景伯安的交情 应该不浅了 但实际上是 不错 不错 当一个无时无刻都在臭美耍帅的阳光少年 遇上了一个逗趣可爱的东北爷们 我没心理 所以说 你这种衣服 一空就对我说 我你的故事都片那 好 其实一开始 要他们同床共枕 他们是拒绝的 两个男的睡这个床 真的会疯的一样 这是个沙发是吧 开机场 很大呀 是吧 谁跟你说 你拿手 你是叫不老实啊 得多不老 那他还叫不老实 他有踢你吗 他踢后 我还没睡 我现在睡 我现在睡 我现在睡觉 小型波然 你们在摩拳擦掌呢吗 这个剪得好好 居然可以好到这样 太有趣了 他们本身是有趣的 大本营的后期 真的做到一个完美的 真的我好佩服我们的导演 怎么那么有才华 赞 我没有见过 我就没有见过这么好看的短片 太好看 我就没看到过 这个 这什么那一段 我个人非常喜欢 他们两个就是 吃早餐那一段 看起来就很有食欲 我们好像没有吃早餐 对 你们是后来一直都是分头睡的吗 没有没有 熟了之后就睡一头了 因为我后来看《花哨》的第一期 好像还挺不乐意的 我没有 杨婷 你不照话背后这么说的 相当不好 你照话背后这么说的 对啊 你原来不知道 不是 刚才说你点东北大产的 好像是 好像你挺为难的 还是我误会了 他们两个 他们两个那个抢被子非常的可爱 那今天 因为我们《快乐大饼》是一个有良心的剧组 既然那个在旅行当中 床一直不够大 被子一直不够盖 那今天我们就给一个大床 然后举办一个现场的抢被子大赛 好不好 好 抢被子游戏 采取两两对战的方式 正式开始前 两名参与者双手举高 不得提前拉扯被子 在规定时间内 通过拉 扯 拽等各种方式 最终占有被子多者为胜 壮的海涛做主持人 而剩下的六个人展开两两对战 战况如何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抢被子 好 接下来由我来主持这段抢被子大赛 我们分为两分 我一会儿要是这样了 你们就会帮忙了 第一队就是何老师和佳哥你们抢 你倒着看你会儿吓人 我看着 冯玉说 我倒着看佳佳 因为她眼带有点重 我看起来像反的双眼皮 太狠了 赢了大姐 郝老师有什么睡前宣言吗 睡前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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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双眼皮男士 睡了好好保养我的双眼皮 睡前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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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哥 你快点挤出来了 佳哥 你快点挤出来了 佳哥 你快点挤出来了 佳哥 加油啊 对 佳哥 你又好想啊 只能从袜子分辨他们两个 将其中的牛大线 开始挠了 开始挠了 他们已经动手了 3 2 2 1 等会 等会 好了 这怎么算 打拼 打拼 第一轮 身体灵活 善于进攻的何老师 通过不断拉拽 以及挠痒痒等各种方式 轮番进攻 但也没能攻破 维加坚固扎实的防线 两人势均力敌 最终握手言和 接下来的对阵双方 是有着抢被子渊源的 景伯然和杨阳 两位宿敌将会有一场 怎样的厮杀呢 抢被子宣言 放狠话 小伙 哥 你懂的 好 来 准备 来 把手举起来 举起来 抢被子大战第二页 3 2 1 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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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宝 声音力太棒了 你强了 你好像要破茧成别 太厉害了 破茧成别 没有被子了 露在外面了 下一个下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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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宝现在像一个 美 好 这一轮 好优扬 回到爆破上 你头都跟我说 打你的故事都像我 这轮景伯然善于利用身体 把握时机 迅速将被子卷在身下 羊羊虽然身手敏捷 但腿势已定 无力回天 接下来 何老师将要挑战 景伯然的卷背弓 我们拭目以待吧 被子大战 第三页 3 2 1 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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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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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这场 警方 警方 又是这场 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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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这样站起来 你这样站起来 你这样站起来 你有本事这样 就这样 你有本事抢被子 你有本事站起来 你真的 站起来 我好像一个美人鱼 籃蛋里面那个 警方算是获胜了 接下来 将是娜姐和吴欣之间的比拼 一向是游戏黑洞的吴欣 这次还会一黑到底吗 我们拭目以待吧 两位手拉手 两位手拉手 手举起来 手举起来 好 被子大战 第四页 3 2 1 他手掌子 一锅 一锅 開始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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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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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哎呦 哎呦哎呦 信姐哎呦 信 那我们俩都把自己绑上的 一个紧突然 哎呦 不信 你只在有头发